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医生无奈提醒,这个东西最好医生都别碰,可惜你却天天在吃。 俗话说病从口入或从口出,很多人身体或是生活出问题都是因为一张嘴,国人大多比较注重口腹之欲,这也能理解。 毕竟,中国菜,样食众多,还都色香味俱全,但是身体的健康可比嘴上的满足重要多了,下面这几种食物医生几乎不碰,可你却天天把它们端上餐桌,看完之后记得少吃,最好能做到不吃。 医生最好别碰的东西,你却天天在吃。 一,人造海味食品,营养价值极低。 鱼丸、虾丸、蟹棒等,这些以低脂鱼为原料。 经加工的人造海味产品,在火锅界很受欢迎。 人造海味食品中含有食用明胶、香精、色素、增白剂等十几种添加剂。 这些食品添加剂调配出来的人造海味食品,营养价值极低。 二,人造奶油导致心脏疾病。 人造奶油是把植物油经过加清处理后,把它变成固体,模仿天然奶油的形状和味道,加入一些防腐剂、香精、色素等等,来达到和天然奶油口感差不多的效果。 人造奶油广泛存在我们日常饮食中,例如奶油蛋糕、奶茶中都含有人造奶油。 长期超量食用,人造奶油可能导致心脏疾病。 三,人造加工肉食可能致癌。 火腿肠、肉罐头未达到更好的口感,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肥肉和淀粉等,就导致了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低营养肉类。 另外,加工肉类吃太多还会增加肠癌风险。 英国卫生部告诫大众,红肉和加工肉食,日摄入料应控制在70克以下。 四,鸡头有有害重金属。 我国有据名艳,十年鸡头胜披霜,为何鸡越老,鸡头毒性就越大呢? 医学专家分析,其原因是鸡在着实中会吃进有害的重金属物,其中大多储藏在鸡头里。 五,果腐蜜腱引起肥胖。 果腐蜜腱一般是用品质较差的水果,经过糖渍,一般要65%以上的糖溶液而得。 再添加一些色素,使外表金银剔透。 果腐蜜腱的维生素C,几乎损失殆尽。 更糟糕的是,其含糖量一般在80%以上,大量吃亦引起超重肥胖。 六,腥味太重的海产肝类可能致癌。 水产品本身蛋白质丰富,但在腌制、干质、存放等过程中, 却会导致蛋白质分解,产生较多的氨类物质。 氨与食物本身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结合,产生致癌物亚硝氨。 海产干品,腥味越大,蛋白质分解越多。 所以,购买水产干货时,选腥味稍微小,干燥的, 且买回家后放在低温蜜蜂储存,尽快吃掉,用这些食物做餐,不要另外加盐。 七,有一些价格额外便宜的浓汤没有营养。 大家都知道,一锅汤要炖好,原材料的新鲜非常重要。 但是,有些饭店的汤并不是用新鲜原料炖出来的,仅仅靠一些添加剂。 一个砂锅放入鱼头,加入几种白色粉末,加水煮开, 一锅鱼头浓汤或者肉骨浓汤就出来了, 根本就不用我们想象中的炖几个十几个小时。 这里面加的白色粉末就是人工合成的添加剂,并没有什么营养,甚至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伤。 虽然不是所有餐厅,店面,卖的这些食品都是如此, 但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技巧。 吃对食物就记住六个一点。 1.菜色浅一点 过分艳丽的菜色难免加了色素。 以鲜榨果蔬汁来说,100%果蔬原料榨出的汁,颜色不会很鲜艳,很快会氧化变色, 可能非法加入了化工原料,千万不要吃。 2.香味淡一点 自然之菜香往往纯而不浓,久而不裂。 刚上菜时香气不比,但香气不持久,只有开始一闻出的头香, 没有原料天然的持久香气,这样的菜一定加了香精、香料。 3.口味轻一点 尽量少点过分香、鲜、辣的菜肴,菜肴中的盐和味精尽量少些, 食物原料各有其味,蛋中有大味,要想菜的口味变浓很容易, 可是要做到蛋而有味就难上加难了。 4.品种杂一点 一是分散风险,二是均衡营养, 5.素菜多一点 现在大部分人点菜的比例是荤多素少、酒多饭少、油多汤少, 结果是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 根据膳食平衡原则,蔬菜豆类制品要占总菜量的一半以上, 少吃用油煎、炸的菜肴和点心。 6.总量少一点 少吃长寿,少吃安全,什么菜都吃一点,什么菜都少一点, 不要因为喜好某样菜而偏食多吃,许多风险都是偏食某种食物造成的, 万一吃到一种有毒的菜,吃的量少,毒性就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这6种菜请少买,很多都有大问题。 1.两面黑的木耳 挑选黑木耳并不是越黑越好, 而且正常的黑木耳应该是正面偏黑褐色, 背面偏灰白色,并不是两面均黑。 一些不法商贩为了获得更能迎合消费者的所谓的黑木耳, 或是为木耳增重, 则用化学试剂硫酸铭浸泡木耳。 被浸泡过的木耳两面都呈黑褐色,没有正反面, 甚至表面会有白色的附着物或白色小晶体。 使用这种木耳对健康会造成一定危害, 而且又苦又涩,味道也不好。 2.发红的紫菜 如果发现紫菜发红了, 可能是吸收了潮气,发生了霉变, 即使还没有出现霉斑,也不建议食用了, 因为霉菌会产生毒素,有损身体健康。 如果觉得发红不明显,怕浪费非要吃, 记得要彻底加热,不要涂方便, 用开水一冲做个汤, 而是要彻底加热,充分喷挑过后才能吃。 3.过于洁白的银耳 好银耳颜色微黄,花大而松散, 干燥,光滑,肉肥厚, 闻起来有淡淡清香。 有的商家为了让银耳卖相好, 会使用硫磺熏制, 不仅能将银耳天然的淡黄色掩盖, 而且还会将发霉变质的银耳变成鲜亮的好银耳。 要注意,硫磺银耳颜色洁白, 闻起来有刺鼻气味, 取少许放在舌尖,有刺舌的蜡感。 4.鲜亮的豆干 常见的豆干有白色和棕色的, 即使同为棕色,颜色也有深有浅。 那些看上去颜值高, 外形亮的豆干可能是经过染色的。 有不法商家用焦糖色染豆干, 不但能让豆干变得更好看, 色泽更明亮,而且成本更低。 但是,国家明令禁止焦糖色用于豆制品制作。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色素, 很多也都是合成色素, 如果大量添加, 长期食用后会对肝肾产生伤害。 此外,好的豆干能闻到豆香味, 如果闻到的是刺鼻的酸味, 则需当心为经过染色处理的霉变豆干。 5.鲜红的辣椒面 正常情况下,辣椒面应该是橘红色, 泼上热油做成辣椒油, 会变成暗红色。 一些不法商贩为了获利, 会用质量差的辣椒制作辣椒面等制品。 为了提高卖相, 就会加入罗单明币或胭脂红等, 让辣椒颜色鲜艳好看。 因此,买辣椒面注意两点, 一是千万不要涂便宜, 价格很低的很有可能有问题。 其次就是要看颜色, 颜色鲜红的不要买。 6.发红的虾皮 虾皮要买新鲜的, 放置时间较长, 再加上胃充分干燥, 揉一滋生微生物, 甚至产生致癌物亚酵胺。 新鲜虾皮颜色发白没有异味, 市场上一些虾皮摸上去感觉有点湿, 颜色也已发红, 有的甚至能闻到冲鼻的味道, 说明已经不新鲜了, 不要买。 很多人都把吃当做人生的乐趣, 猛的一听, 要戒掉不少好吃的东西, 都感觉挺难受的, 但你要知道, 好吃的东西千千万, 去掉这些不健康的, 还有很多好吃又健康的, 用这一小部分做代价, 来换回自己多活几年, 多吃点别的好吃的东西, 不划算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中点字幕 杨人事项目 感谢观看